一定要知道 你看弥勒菩萨说的多好 现在给这些量子力学家 说的完全相同 这个世界有没有 没有 物质现象假的 精神现象也是假的 连自然现象都不可得 所以弥勒菩萨讲 虐实 极微戏不可知之 极微戏他老人家给我们说的 叶坛指三十二亿百千年 你能掌握得住吗 那个里头的一念叫摄像 可是摄像立刻就消灭掉了 说明什么 摄像并不存在 有没有 就是菩萨所说的 你没有办法支持他 只能够把他掌握到 保持不可能 你掌握不到 你也保持不到 他就是佛教大臣 人家常讲的 当初出生 谁出灭进 这个现象被科学家发现了 物质了不可得 精神也了不可得 这才叫主方实相 真相 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之后 在这个现象里头 你可以去享受他 收拥他 不可以占有 不可以有一个念头 我要控制他 我要占有他 那叫早易 你享受他不早易 你也有控制念头 就叫早易 你占有念头 那个业就更重 所以祝佛菩萨 硬化在这个世界 他为什么那么自在 他没有控制的念头 没有占有的念头 赤和玩乐跟我们一样 他就是能够不起行 不懂你 不分别不执着 高就高在这里 因为他了解 一些相扯幻象 了不可得 就像看电影 看电视一样 他知道那是假的 他对他不会产生 占有的心 控制的心 不会起这个念头 那是吧 因为他了解真相 我们不了解 把假当作真 就认假为真 产生错误的观念 这个错误的观念的根源 就是控制他 占有的 凡夫总是这个念头 总想控制占有 时间稍微长一点的 这不是任何方法 你能得到的 这叫命 命中注定的 命从哪里来的 命是你过去 身中所造的业 是这么回事情 它也不是真的 随命 佛教承认有虚命 但是佛教讲 这个虚命是可以改变的 了凡私讯里面所说的 云古禅思 跟原了凡那一番开示 那就叫改造命运的 语言异于方法 辽凡先生听懂了 一教奉行 真改变了 不但改变了这一生 还改变了未来 这个道理要懂啊 搞清楚 搞明白 我们在这个时间 这一生 那真的 就像方老师所说的 你这一生 人生最高的享受 一点都不假了 你喝得明明白白了 一点都不糊涂 不糊润